米色的司法不公 政治迫害 米色外套 雙手上銬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五號下午五點五十分 被罰警戴上囚車 他被控在京華城弊案中 涉嫌圖利 二戰北檢遭裁定 羈押禁見 专車直送台北看守所 柯文哲成為首位遭押的 在野黨黨主席 沒能續保阿伯的自由聲 為任律師證聲援 六號一早就前往看守所 律見柯文哲 免押是唯一目標 柯文哲將提抗告 但先不論結果能否翻盤 阿伯在看守所的日子 恐怕相當困難 五號晚間六點三三分 柯文哲正式搭著球車 抵達台北看守所 但是根據規定 他必須要先進行身份確認 接著再全身脫光 進行身體檢查 確認沒有疾病或外傷 原則上還是一樣 我們是進見方式 三人的方式 那至於跟他同處的身份 我們無法說明 據了解柯文哲勾選個人資料保護 因此他的編號尚未曝光 但可確定的是 進入台北看守所前 相關程序和其他收容人都相同 北建也強調沒有特權 設防沒有冷氣 只能洗冷水澡 第一頓早餐 他吃的是銀絲捲配奶茶 午餐則有黑胡椒豬肉 加上炸肉魚 以及海帶牙蛋花湯 如此粗茶淡飯 柯文哲不知道習不習慣 畢竟看守所環境堪憂 從首都市長總統候選人 淪為北所收容人 黨內律師團集思廣義 要爭取最短時間內 讓柯文哲恢復自由之聲 八月三十號 檢聯人員上門搜索柯文哲住家 當初按電鈴沒回應 最終好不容易開了門 柯文哲卻嘻哺哺哺 說自己坦蕩蕩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的黨主席的住家 辦公室 還有中央黨部也都被搜索 當然我非常坦蕩 當時北檢主任檢察官江振愈 以及連政署副署長林漢強 親自帶隊執行搜索 而阿伯這個動作 讓他們感到很可疑 檢察官在八月三十號 到柯文哲家搜索 但柯文哲堅決不開門 甚至時間長達一個小時之久 事後檢察官在他手機 發現他疑似刪除了手機對話記錄 事後他也發現了法官認定 他這個就是畏罪滅政之舉 因此也裁定 這就是他被收押的關鍵之一 裁定書中指出扣押柯文哲手機 發現有刪除對話記錄痕跡 而且有勾串其餘潛在共犯事證 認定有畏罪之舉 不排除就是柯文哲 不開門的這一小時出了問題 那為什麼同樣的人才 在臺灣不能有這麼好的發揮 二零二三年十月 當時參選總統的柯文哲 才剛結束訪美行 結果傳出手機失竊 因檔務資料都在怕機密外洩 幕僚緊急刪除雲端的備份資料 這回遇到簡聯搜索 阿伯難道再用這一套 在搜索過程中有去不開門 或者是阻攔的情況下 沒辦法直接推斷說有滅政的情形 那很有可能是透過這個 LINE的對話記錄 有不完整性 或者是對誰的對話記錄已經消失 而認定說可能有刪除對話記錄的可能 因此認定有滅政 既阿廷第二站阿伯大敗 隨著裁定書內容曝光 柯文哲串供滅政的秘辛也被一一揭露 三天請問網站 翔明 臺北參報導 五號早上九點十八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王牌律師團陪伴下 帶著一抹神秘微笑走進臺北地院 看起來信心滿滿應戰第二次積壓停 但是六個小時後 阿伯這回笑不出來 雙手上銬搭上球車前往臺北看守所 明明是同一份券證資料兩次積壓停 結果卻大不同 誠審法官給出幾個關鍵理由 週一黯然脫身走出北檢 柯文哲繼續堅持 他針對圖立完全不知情 但就勘披露的裁定書揭露 柯文哲在二次積壓停中 前任在京華城案 蓋章等部分事實 甚至還在跟應小微的便當會之後 積極介入各個環節 加上官員多次提警違法 他卻執意為之 很明顯明知違法 卻又積極介入弊案 像這麼重大的案件 這麼大的議案 最後還是要到臺北市長 那目前已經有相關的這個證據 顯示說柯文哲有在一些文件上用印 幾年掌握柯文哲帳目有超過千萬的 有不明金流 加上應小微分配審慶金的款項不明 不排除這些錢是審慶金在論公 欣賞時流入柯P夫妻帳戶 因此認定圖立最顯重大 日後偵查是一個持續的一個情形 如果查到相關的金流證明說柯文哲有收受不證這個對價的話 那麼他的案子就會有可能從圖立罪提升到收賄罪 另外柯文哲也被認定有串貢之餘 因此躲不掉羈押命運 簡便交鋒結果大逆轉 恐怕已經超出柯文哲本人意料之外 即便想要立拚抗告 但是犯罪嫌疑重大 恐怕讓阿伯插翅也難非 三立新聞 陳奕翔 新疑 臺北暢報道 得知羈押禁見結果 柯文哲的委任律師政生員 臉色鐵青直奔捷運站 長探一聲盡力了 簡便交手第二站 讓天下第一組逆轉取勝 但回顧簡便大戰 簡方一度灰頭土臉 高舉雙手比出勝利手勢 在二號晚間柯文哲無保釋回後 律師團在歡呼聲中走出地院 政生員如釋重負享受勝利果實 不過隨著簡方抗告成功 在第二次積壓停中 北檢成功將柯文哲送進看守所 業內律師分析 戰況逆轉關鍵是改了戰略 律師林志群分析 簡方首次開庭 太急著主攻收賄罪 卻只拿出一百多萬元不明金流 與審慶金兩百多億獲利差太多 連穩穩的土利罪也沒有辦法說服法官 這一仗滑鐵爐簡直開庭前 嚇死人 開庭後笑死人 在第二次的積壓停中 檢方改了戰略主打土利罪 最終得以說服法官 檢方提出抗告改打土利罪 第二次積壓停中 在地院不採納行證據的狀況下 戰況一度不利 但檢方仍然成功說服法官 以柯文哲明知增加容積違法 卻積極介入 除了有不明金流 還有滅政之餘 主攻土利罪成了積壓關鍵 收賄罪與土利罪的區別 在於收賄罪 收賄者與行賄者之間 必須有所謂的對價關係 而土利罪則不限於有對價關係的存在 柯文哲成了臺灣史上首位 被積壓的在野黨主席 徹底跌落神壇 解律大戰峰迴路轉 但誰能笑到最後 在髮錘落下前都是個未知數 穿著黃色上衣 紅色背心戴著漁夫帽 雙手用毛巾蓋著坐在輪椅上 看起來相當憔悴 她是遭到羈押的危經集團主席 沈慶經 沈慶經在押期間 突然身體不適 收音時插隊被民眾認出 目擊她全身抽搐 回應不清 最終被送進電腦斷層 對此看守所也證實 確實有外出就醫 且在五號下午就引進返回看守所 所以我們昨天是看起來是有三個人陪同借戶就醫是不是 金華城逼案事隔七天 五號下午 省清廳律師到北院提出抗告 另外其餘包含吳順明以及彭震生 也都透過律師提出抗告 但是彭震生的抗告狀沒有本人簽名 因此將於補正程序完成之後才能交由高院裁定 我們去了解一下當事人的身體狀況 然後順便請她簽一下 他告狀 她目前心情蠻很穩定的 目前應小微還未提出抗告 高院表示法官決定六號晚間不裁定 七號才可能會有結果 金華城鞍仍然持續延燒 同大標題寫下台灣的柯文哲於再次被捕前指責政府列污 日媒日金亞洲四日獨家採訪這位第三大黨領袖 批評政府試圖打壓反對人士誓言將奮鬥到底 還抨擊司法和媒體淪為政府的政治工具 就在訪問結束幾小時後 柯文哲被裁定羈押禁見 柯文哲訴苦日媒日金亞洲點出 孔面零多年刑期 形容有如 莎士比亞戲劇的轉折 此外 NHK 日本電視台 朝日新聞也關注報道 禪經新聞甚至直指民眾黨 再次深陷嚴重危機 當年陳水扁因為涉灘被逮捕之後 也曾經被刷在這裡一段時間 而當時柯文哲是陳水扁的醫療團隊的其中一員 沒有想到十多年後被送進了同一個看守所 同時西方歐美媒體報導也沒缺席 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指出台灣政壇大地震 法廣中文網及時更新案件最新進度 上靠照甚至登上法新社 柯文哲指示民進黨的第一道錢財 藍白兩黨如果不想成為民進黨的正餐 成為刀阻下的魚肉就應該儘快自救 台灣政壇新聞連日登上國際媒體版面 持續成為討論話題 在那新聞傳播報導